眼前这个800吨的大瘦子正是我们的探长 那么你知道它一共有多少种武器装备吗 第一种 赛博坦是加特林 这是探长最常用的主武器 每逢打架都要先进行一番扫射 根据外形我初步判断是采用了7.62毫米口径的子弹 每分钟射速更是高达15000发 即使是霸天狐领袖威震天也扛不住探长的这一轮扫射 第二种 赛博坦多管线弹枪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朋友 近距离之下众生平等 一枪一个小朋友更是不在话下 这也是探长比较擅长的武器 通常会和加特林交替时 眼镜交加之下 根本无人可打 第三种 隐隐激励拨折是双管步枪 再前往禁闭飞船营救擒天助使 探长就是拿着这把武器一路过关斩将 其性能远超一般武器 一发更比两发强 虽然是步枪 其威力却丝毫不逊于普通炮弹 第四种 练习式冲锋枪 通常致放于探长小土炮 当一般武器都打完后 来不及换弹时使用 可惜在影片中 刚拿出他的探长就被敌人的重火力崩溃 第五种 赛博坦小水枪 藏于探长被不应急的武器 当手中在无武器时 探长会用他来放手力 第六种 超大号手 一人高的手楼你见过吗 其影线更是比你手掌还长 虚两名成年男子合力才能暴动 威力更是巨大武器 可惜数量有限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使用 第七种 赛博坦军刀 你以为全身挂满重火力武器的探长 只会玩热武器 其实他的刀数也非常不锁 一刀就能解决一个小卡拉 第八种 雪架 你以为探长平常抽的是雪架吗 不 那可是一枚比你大准还粗的火弹 关键时刻更是绝第三盘的神器 双头震荡波就是被他一口攻碎 第九种 头盔与子弹带 弹尽良绝的探长会充分利用每一种自由 关键时刻头盔也会被其扔出沙体 子弹带也能用来当七皮王石 如此全面全材的探长 很难叫人不爱